提摩泰后书 第二章 提摩泰 我亲爱的儿子哦 你要靠着上帝在基督耶稣女 刺给你的恩典干强起来 你听过我的教导 这些事也由许多可靠的见证人证实了 现在你要把这些真理 教导给其他忠诚可靠 又能向他人传下去的人 你要跟我一起在苦难中忍耐 作基督耶稣的征兵 当兵的不会让日常事務前身 否则他就不能取悦征召他们的长官 运动员如果不遵守比赛规则 就不能得奖赏 新勤的农夫应该最先享受到 劳动得来的成果 要想想我所说的 主会让你明白这一切 你要纯常记着 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王的后裔 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 这就是我所传讲的福音 我因为传者福音而受苦 将罪犯一样被捆锁 然而上帝的道却锁不住 我甘愿忍受任何事情 只要能让上帝揀损的人 在基督耶稣女得着救恩 并得着永恒的荣耀 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我们跟基督同死 就会跟他同活 如果我们在困苦中忍耐 就会跟他一同执掌王权 如果我们不承认他 他也不会承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 他却依然信实 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 你要提醒众人这些事 并要在上帝面前吩咐他们 不要为自具争辩 那是毫无益处的 而且会毁掉那些听见的人 你要辛勤工作 好把自己献给上帝 得到他的赞赏 要作个无愧的好工人 正确地讲解真理的道 要避开无益又愚蠢的言论 那些言论 只会令人越来越不敬虔 这样的言论 将毒瘤一样扩散 许米乃和肥利图 就是这样的例子 他们离开了真理的路 说死人的复活 已经发生了 就这样 使一些人离弃了信仰 但是上帝的真理 像基石一样稳固 上面黑着这样的话 上主认识属于他的人 还有 凡是属于上主的人 都必须离开恶事 有钱人家 不但有金器 银器 也有木器 雅器 贵重的器皿 用于特别的场合 廉价的器皿 用于日常的生活 你如果结身自爱 就会成为有尊贵用途的特殊器皿 你的生命将是结淨的 你也会准备好被主人使用 去做各样美善的事 你要逃避 一切会挑起年轻人私欲的事 反要追求公义 信心 爱心与和平 要乐于跟那些 以纯洁的心呼求主的人交往 我再说一片 不要卷入愚蠢无知的辩论 那只会引起冲突 主的仆人不可跟人争执 倒要对人和善 并善于教导 也要有耐心去对待难以相处的人 你要温柔地教导那些反对真理的人 或许上帝会改变那些人的心 使他们明白真理 这样那些曾经被魔鬼怒去 受其摆布的人 就会醒悟过来 远离他的罗望